我在培养一个孩子的时候 那我就不太去跟这个孩子去讲道理 我会帮助他去解读信息明理 去给他解读根源 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直接提取训练 家外最近学会了碰词 对吧 没事就碰个词 都痛哭 好像是谁欺负了他一样 他最近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今天突然痛哭 说他们三个不要他了 好 那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说道理 说他们不是不要你 你这个叫无效沟通 所以我就把家外抓来说 请你说清楚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 想走那是走不掉的 对站在这里 占君子给我把事情说清楚 提升他的表达能力和情绪成本 就好了 我相信这样的训练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之后 他未来就不再那么愿意去碰词了 他就知道 这个情绪不但不会为我带来好处 反而要为我带来麻烦 所以我不太去解释什么事情 我觉得解释这些东西 都是无效沟通 所以不是说才是沟通 行为是更好的沟通 你的行为代表了你的立场 所以发解情绪是很好的沟通 增加主动专注力是很好的沟通 主动去换位思考是很好的沟通 避免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把事情往糟糕的地方推动 这个避免的行为就是很好的沟通 就千万不要去研究你该怎么说话 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 你说出花来也没有用 所以在网上有大量教你怎么说话 看了之后我觉得 基本上是越教越傻 你不学还好 你学了之后 你更想要说服别人 越说服越对应 你不在学不会沟通 你反而把自己越学下